歡迎收聽輝鐵午餐董之聲時間 我是董之聲小董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中午12點到1點 有我在這邊為大家說新聞 天的颱風 請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 因為本來講前天會發布海景 變成最快明天 本來講講後天 要發布海景變明天 這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速度變快 變快 它的強度就會增加 那 我希望我們的朋友在颱風 這一天 來之前一定要做好防護準備 不要每次看到一些 令人 討厭的人 去釣魚 海邊游泳去爬山 那些人真是 讓人家看得很生氣 但是 我們看 台灣今天有非常多的新聞 新聞裡面有時候 很多是展現了 人性高貴的意見 有些呢 讓人家看得很生氣 譬如講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他講的是 台南的一個警察所所長 酒駕駛 酒駕 然後呢 把一個工人 撞到爐內出血 他酒駕是多少 0.32 各媒體 好像都不太願意把它做多大 為什麼 因為他發生在台南 賴清德的區 這個如果是台北一個警察所長 各位朋友 會怎麼樣 哇不得了啊 怎麼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如果是新北市 那不得了 國運郎 只有在 搞選舉 那 朱立倫 都不去管他們的 什麼 哪些人 有時候看這些東西 我其實有時候覺得都很意外 你知道 為什麼 一個警察所的所長 做了這種事情 很多人覺得說好像很 很不怎麼樣 但是 如果是 一個名嘴呢 譬如說是小董在下我呢 而不是歸人 官廟所的所長 習凱智呢 各位 會怎麼講啊 哇 這名嘴每天講別人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最近很多名嘴 酒駕 很多名人酒駕 黃中坤 徐清皇 還有季節售酒冊的 蔡宜貞 然後媒體都做那麼大 其實你碰到這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說 怎麼警察幹這種事情 但是其實警察很多是做好事 大家覺得不以為意 所以 你在台風裡面看到這麼警察 消防人員 國軍 哇 大家都覺得很敬佩 太陽花時候每天罵警察 我今天在看 曾晨豹 高雄文字所的 所長 曾孫光 還有顏景啊 蔡蓬華 顏佩穎 因為這幾天都突然下雨下大雨 他們就把派出所裡面的雨 通通的雨傘 通通拿出 開放 放走廊讓很多人進 後來遠遠看到一個 有三個人啊 有一個 少婦啊 就走路一步一步 然後還有一個老人一個小孩 他們趕快送三把傘 衝到雨中去交給他們 請他們到派出所休息 等一下 雨小一點再走 結果 那個老先生是一個老外 媳婦姓陳 他是台灣人 帶著一個混血兒的小孩 他本來帶他公公 在遊覽高雄說高雄 陽光多燦爛多漂亮 大雷一下來 結果碰到這些熱心的警察 非常感動說台灣真美好 這個美國老外說 我們美國的警察多兇啊 又很嚴肅 跟台灣真不能比 一個外國人看的就是這樣 台灣警察其實 很辛苦 而且民眾 什麼都要 就什麼都要你服務 所以警察很不好做 澎湖 竹灣派出所的首長 剛上任 叫吳欣穎 26歲 他是澎湖人 曾經在馬公跟白沙服務 結果他是澎湖70年來 第一個女性的首長 而且只有26歲 他考上政大法律系跟警大的法律系 他認為應該幫助家裡 不要再有這些開銷 所以他沒有去練政大 他去練警大法律系 第一名畢業 非常優秀 26歲 我說其實 我們每天在罵的很多人 他其實有好有壞 跟人生一樣啊 但是 各位朋友 我今天看了最有意思的一個小新聞是 宋楚瑜 在高鐵碰到謝朗廷 他跟謝朗廷抱怨 說我最近都被謀利 宋楚瑜怎麼被謀利 宋楚瑜本來就是利 還要被謀 小總多久就講了 宋楚瑜本身就是利 而且比民進黨還利 因為他要表現他的忠誠 這個就叫做投名狀 宋楚瑜本身就是利 他說我被謀利 你本身就是利 你哪一樣不是利 立法院 你跟民進黨的哪一個 舉手表決哪一個是不一樣的 請講出來 一模一樣到底 那更不要講地方議會 你們支持的是誰 你們是投票給民進黨 包括議長 這怎麼好意思講 說我被謀利 你本來就是利啊 你不只被謀利 而且你深性喜歡抹別人泥巴 然後假裝 平常天天在抹別人泥巴 然後假裝說 哎呀拍一張自己的泥巴照 平常就是很利 然後說哎呀我被謀利 其實宋楚瑜我平常不太喜歡講他 因為這種人不值得講 你知道嗎 我真的講這種人是很不值得講 我對他心裡只有兩個字 不屑啦 就這種是一個不屑的政治人物 有什麼好講 世明德講的更難聽啊 但是我也不要引述 我說這個人是非常不堪的人 你很難想一個人可以這樣 一個人可以做到這樣 說我不要當人 一個人可以做到這樣 然後去跟他的現場 跟他的過氣的選舉的對手 民國九十五年選市長的謝堂廷 然後講東講西 沒關係這也是他的權利啊 但是不用裝啦 宋楚瑜是勝利 他早就不是藍營的 可是現在嫌疾他在裝作 他是藍營的 他希望能夠拿藍營的選票 拿藍營的選票 洪秀柱漏選 現在那個 蔡英文當選 他就大公一見 你看 對不對 蔡英文我幫你拿掉藍營多少票 讓你躺著選 這個 這種心思誰都知道啦 各位朋友你要了解更多宋主義 這個禮拜五在時報週刊小董寫一篇 我真的講 宋楚瑜之心路人不知 我知 我原原本本 因為有朋友來過 小董 小董你都不太批宋楚瑜 我最早批啊 各位朋友 你如果聽我節目 這七年半你聽我節目 我是對這個人是非常不屑 但是我懶得講 因為實在不值得講這種人 我說齁 我們看很多人很多事 但是 我今天看的最吃驚的就是 柯文哲去雙層論壇各媒體寫 喔這是一個兩岸新開始 什麼什麼 我看了都哈哈大笑 蘋果六八把柯文哲把他吹捧到 自由時報我看都快精神錯亂了 如果做柯文哲這種事情的人 啊是賣台啊 對不對 過去被自由時報罵是賣台 蘋果六八把今天把他吹捧到 不得了啊 包括司馬文哲啊 司馬文哲本來就是 沒有標準啊 每天鬼扯 讓人看不起的一個評論家 但是 我必須講啊 今天大家把他捧得那麼厲害 我看了都哈哈大笑 他們說 2009年以來啊 這辦了 雙層論壇喔 柯文哲就談了多少次啊 所以他是一個搭桥啊 老實講 我看了 小董看了是解了怎麼樣 各位朋友聽我的老實話 我看了非常噁心啊 為了捧柯文哲什麼都可以講 共產黨本來就可以這樣做 然後 柯文哲也自以為說 哇 自己達成了民間先行政府支持 他說他們兩岸一家親 四個互相啊 互相認識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然後講得很好聽啊 所以上海市長楊雄 就跟他講 哎呀2010年來喔 兩岸 輪流辦雙層論壇喔 簽署了19項備忘錄 都是在胡說八道 我真的講 雙層論壇喔 各位 這些報紙寫的都是臭的 你知道嗎 他們都在胡說八道 民國90年 我就參加過雙層論壇 我就是採訪的記者 我這兩天講說 為什麼所有報紙都這樣寫 共產黨也這樣講 柯文哲也這樣講 台北市政府這樣講 我說 難道我的記憶是錯的嗎 難道我去上海七天 我所寫的東西都是假的嗎 民國90年 帶隊的人是白秀雄 還有金普聰 那你們都說 2010年 兩岸開始拜雙層論壇 那我們棄了那些 我們的記憶都不見了 對不起喔 我的稿子都還在啊 各位 你們兩邊在鬼扯吧 噁心啊 互相吹捧 互相吹捧 沒關係 你怎麼捧我都無所謂 不要抹掉我們這些去跑過線記者的記憶嘛 柯文哲所提的 說我們四項交流 對不起 我們當年已經寫過了 民國90年 現在94年耶 各位 我如果日期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二月底 27號或28號那時候 我們都在上海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碰到 有碰過 有跨過228 的記憶日啊 我記憶就這樣 我說你兩岸不要再鬼扯 上海市長楊雄鬼扯 那等一下2010年兩岸開始辦雙層論壇 胡說八道 我2001年就去了 你還在2010年耶 那時候台北市長馬上就 是第一次當市長耶 中共邀他 他說 他就不方便去 就派白秀雄去 我們就去跑過雙層論壇了 那時候很多議員都跟我們一起去 現在這些議員也都失憶了嗎 那時候台商陣仗都大 我們到處跑 來多少台商 後來我又跟連戰去跑和平之旅 民國94年 我因為我報紙看他寫20幾年 我有時候很不習慣 我還是習慣用中華民國幾年 我跟連戰94年去 好多台商看到我都很高興 都衝出來 連戰在台商講話 他們就在那邊瞄到我 哇呀衝出來 趕快跑過來 好幾個小桶你又來了 是啊 民國94年他們看到我就很高興 現在兩岸雙層論壇說 我2010年 這是民國99年 五年後 說是第一次辦 笑死人 那我跟連戰去和平之旅 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民國90年 接待我們的台商 認識的台商 我有時候講 我有時候講一些東西 一些記憶 其實這個時間不是很久 15年而已 但是你看 這些東西是歷史 歷史都可以創改成這樣 各位朋友你能夠想像嗎 15年而已歷史就可以創改成這樣 共產黨跟柯文哲 就可以把歷史創改成這樣 我們還活著呢 各位 我這兩天 跟我們那時候去的那些記者朋友 包括誰 中央社 中國時報 中平社 台灣時報 我們那時候記者去的七八個 都還在 市政府的官員 我也打掉他問 我說你們怎麼這樣講 他說他們也不曉得 因為現在不是他們在負責 我說那時候我們去 是我們去啊 我跟各位講 每年我們這些去上海的 當年那些朋友官員 跟記者我們每年都會聚會一次 不一定時間 但每年都會聚一次 我們去年在台北的稻香村 和平東路 就是每年我們都會辦 我們的記憶不會被磨掉 你知道 可是15年台北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的共產黨 柯文哲 這些人就 就可以做假做到這種地步 我覺得不可思議耶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就好像說 這個事情過去的不算 從現在開始 可以啊 可以 這樣去創改歷史 可以 現在很多人在創改歷史 他們說慰安婦阿嬤 他們是 自厭的 他們不是 被迫 他們就很高興的自己去 告訴我們是一堆高中生 是一堆台中醫中 的老師 然後 李登輝說教育台是日本的 中研研有副研究員出來 呼應說是就是 我就看這些 這些漢奸跟走狗文 他們講的話 令難不難 不寒而栗啊 各位朋友 歷史的事實 慰安婦阿嬤 還很多人在 我們看 光這麼短的歷史 大家都要創改 那你講的 讓人覺得非常的 憂心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多媒體 替他們 去掀染這種假的 東西啊 為了 因為李登輝講這句話 大家就要去 去跟他 塗之謀文 因為中共講的這句話 柯文哲就要去 去他塗之謀文 因為 黃柯剛剛講的這個話 然後大家就要講 對 那些阿嬤就是 怎麼樣怎麼樣 誰最清楚 阿嬤自己最清楚 誰做紀錄 婦女救援基金會 他們從過去 努力到現在 阿嬤慢慢凋零 現在還有 等一下我請 婦女救援 婦女救援 婦援會 救援基金會 的朋友來我們節目講 因為最近 他們 拍了一部片子 叫 蘆瑋之歌 這部片子令人動容 等一下來的就是 他的影片監製 康淑華 你不要走開 我馬上就回來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最近的慰安婦阿嬤 很多人在討論 但是最近 有一部片子叫 蘆瑋之歌 那蘆瑋之歌 這部片子 他是一個紀錄片 訪問了非常多的 慰安婦阿嬤 就很多人看得很動容 馬總統 他們看得都 看得都流眼淚 做 這件事情 在台灣長期最久的 其實就是婦女救援基金會 各位常聽我在節目上 罵很多團體 婦女團體 怎麼被我罵得很難聽 但是台灣我最佩服的 婦女團體 就是婦女救援基金會 因為他們 沒有什麼政黨色彩 而且做什麼事情 一以關之 我從二十幾年前 就看到他們很認真的 在採訪 在蒐集很多紀錄 然後跑到日本 去告日本政府 為了慰安婦阿嬤 我今天很高興 請來他們基金會 的執行長 康淑華 淑華你好 董哥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是 其實我們 最近很多朋友看到 盧瑋之歌 都非常感動 就你們當初 怎麼會有動機 拍這部片子 對 就是 因為我覺得 一般人對 慰安婦阿嬤的了解 非常的有限 面相也非常的窄 可能就是 課本上 都不一定會提到的 一個名詞而已 可是 對我們而言 因為我們陪伴了她 二十四年 沒有中斷過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比較看到的是 阿嬤其實是一個 性別暴力的被害人 可是他們很有勇氣 這麼老的年紀出來 到後來可以在 國際舞台上面 然後自己為自己發聲 勇敢的站到 台面前來 那我覺得很多是展現 我們整個台灣 阿嬤的一個勇氣 那因為我們的人數 也越來越少 在紀錄片要開拍的時候 不到各位數字 所以我那時候 就有一個很單純的念頭 是想我們一定要 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 讓我們的下一代 讓我們台灣民眾 可以有一個更多元的角度 來認識這群阿嬤 是 其實我們也發現 當然社會上 有很多人想要抹掉 他們的記憶 那他們可能自己也嘗試說 能不能忘掉這段記憶 可是在人生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痛苦的一個經過 那他們都是 當年都是台灣的女兒 那我們知道 這部片子拍非常久 它絕對不是因為說 最近有人在訪客 剛剛我們才拿出這部 絕對不是 因為這個時間 比他久太多了嘛 對 而且這部片子拍的 裡面最困難的在哪裡 最困難的就是 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 可能 才拍過一次阿嬤就去世了 因為剛好都是 年紀已經非常大了 是 所以我覺得 比較遺憾的是 我覺得很多的阿嬤 片中的阿嬤 他們沒有機會 看到這部片子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剛開始在開拍的時候 因為是老人家 他們也很拒絕 整個攝影團隊的進入 所以要花蠻長的時間 去跟阿嬤建立關係 那也包括 我也動員了我們自己的社工 跟阿嬤最認識 包括我自己 去跟阿嬤說明 為什麼要拍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所以 整個副院會的團隊 也都一起投入幫忙 是 我們其實知道 副院會做這個 已經非常久了 那 當年 當年包括 作家李瑶 包括馬行九 那時候在法務部長 非常多社會 不分黨派很多人 就投入了這個工作 可是 我們也可以看到 那時候我們拍過一部片 阿嬤的秘密 對對對 我印象中那時候拍過一部片 那這部片在拍 是怎麼樣的動機 說我們再來拍第二部 對因為第一部片 只是在1998年完成 那一年我們還拿到那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那那個主要是紀錄 這群台灣阿嬤當年在慰安所的那個遭遇 那他們怎麼會被騙到 被誘拐到那個地方去 那有一個最主要目的是 要讓台灣人認識這段故事 可是相隔16年 我們在拍這部紀錄片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 另外一個目標是 我們想要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認識 這群阿嬤的生命力量跟勇氣 那如果透過阿嬤的故事 看到經歷過這樣 這樣巨大的創傷 阿嬤都可以活到現在可以撐過來 我們年輕人有什麼好說 我們撐不下去的 那也是想要能夠去 我覺得用另外一個面向來看到 阿嬤可以怎麼樣跟過去自己生命的創傷和好 其實那片子 包括我跟我做招很多朋友 看了都很動容 而且很多人掉眼淚 我一直到那時候在戲院 在試應的時候 很多人當場都哭成一團 它真的是一個 一個非常 就非常讓人家 難忘的一個過程 我們其實 看了就覺得它不只是一個紀錄 它所要說明的 非常多一個 時代深層的故事 那當然裡面有非常多 讓人家覺得非常難夠的 包括 而且非常多人性裡面 比較 讓人家覺得 非常深層的一個記憶 那阿嬤所表現的堅韌 更讓人家覺得說 哇這真是 但是 我有時候 非常佩服 像有個阿嬤 她是 常常去警察體當醫工 滿妹阿嬤 幫警察洗衣服 因為年紀很大了 還在幫靠洗衣服來維生 對 那人家問她說 你是做哪一行 她說我當警察 為什麼你說你當警察 因為警察不會被欺負 其實她當警察被欺負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她包括 還有原住民的警察 像滿妹阿嬤是客家的 就是說 那裡面 的阿嬤其實有的 過去受网過 有的沒有受网過 我注意到 我們這部片子 好像還到海外去訪問 對 我們有去去日本 因為我們剛好其實 大家台灣觀眾可能比較不知道 是其實在日本有一群民間的友人 他們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剛好有一次他們在東京辦了一個攝影展 想要讓日本人可以認識我們台灣阿嬤的故事 所以我們也帶著阿嬤去 那一次也到日本國會去跟他們的議員陳情 希望日本國會議員可以重視這件事 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這麼多人 然後 在做這麼多的事情 可是 這些阿嬤 我們過去有這麼多人做這麼多的事 然後 其實 可以覺得說 他們對於整個生命的堅持 可是 對於日本做的事情 就像我們台灣社會很多人講 就是 你不能遺忘 但是 有這麼多讓人家 覺得很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 對這些阿嬤 不只是只有同情 而 裡面有更多的 會覺得說 日本人也不道歉 也不 賠償 然後 光在那邊講一些漂亮的話 很多人對日本當然就有不一樣的感覺 這在台灣裡面 選舉裡面 常常會被 會被拿出來 討論或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不必要 那些不是我們關心的 我曾經 過去也曾經跟這些阿嬤接觸過 那 可是我這次看了影片 我發現說 好像 我過去碰到的那些都 都過世 過世 因為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民國34年 到現在已經70年 能夠活著人 她不會很多 但是我這次 裡面看 我最喜歡就是蓮花阿嬤 真的 對 蓮花阿嬤 我其實也非常喜歡她 其實阿嬤很難得 她是 過去20幾年她都不露面 那因為我們這次拍紀錄片 她才首度答應公開 她自己的身份 讓大家知道 那阿嬤 她裡面有講過 我把過去的事 我都把它忘記掉 生活比較重要 就是繼續往前走 那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佩服阿嬤 對 她 蓮花阿嬤 我印象中她 我看上面講 她是被抓到菲利賓 對 然後她被抓的時候是14歲 對 比黃克剛的那些人 年紀還小 應該是十八十九歲 十八十九歲 十八十九歲 對 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這些阿嬤裡面 各有她的故事 可是 他們其實是被迫的 就是說 有的是被騙 說你要去幫他們洗衣服煮飯 對 那其實氣就是 就是變為安慰 對 所以日本人 騙他們 或者強迫他們 我過去訪問過一個阿嬤 好像住在萬華還哪裡 她那時候是 她有一次被炸彈炸傷 大逃 大逃阿嬤 對對對 她當年是在萬華去應徵看護服的工作 對對對 她那時候被炸傷 然後 沒幾天叫她就開始接客 其實很殘忍阿 但是 我們這一次拍片喔 她裡面有非常多跟過去不一樣 就是 這一次的導演 是一個大學教師 對 就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的老師 那她那時候拍是怎麼過 聽說她就為了拍這片子 請假然後去做 對 因為我們沒有預期到說 片子會拍這麼久 所以 秀卿導演 她就先請了一年假 結果沒有想到 請完一年假之後 片子還是沒有拍完 所以後來 和哈爹回去教書了 就利用客語的時間 再慢慢的把這部片子完成 對 那我想秀卿 我會找秀卿也是覺得 我們想要談一部 比較是阿嬤跟自己修復 這樣的一部電影 那她跟原本 我們一般在討論 慰安婦比較談的是 控訴 或 悲傷 是比較不一樣的一部影片 所以 就我去找秀卿導演 那也很 她聽得到我的這個想法之後 也覺得 跟她自己的理念很一致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這部紀錄片的開拍 是 其實喔 各位朋友 你一定要到 電影院去看這部 或者你去 找 殺丘一些你的朋友 也可以 就是 包場 這部片子真的非常值得 因為她是 我們過去 討論說 大家看現在政治新聞很熱鬧 選舉或什麼 其實那些都不必去討論 但是我們看台灣的女兒 當年 她們曾經在這個大時代裡面 然後因為戰爭 因為親戚 然後 她的人生 就變得不一樣 一般人你碰到 這種經歷的話 大概活不下去了 裡面很多阿嬤 當年她們也自殺多次 沒有死 沒有死 沒有死起來 繼續去接客 就這樣 那 當他們年紀大了 很多感情她就昇華了 她覺得說我應該 如何跟自己過去的創傷 我們來共處 然後我應該把我的一些 過去除了仇恨之外的一些東西 她把它昇華 但是 我們當然也都希望 家暴的就是日本人 她應該有個表示 這個表示 你最起碼的道歉 他們沒有 所以 為什麼會那麼讓人家 混恨啊 但是 我們 台灣有這麼多的人 對這個事情這麼關注 而且這麼關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她就是這樣一個關心團體 他們當然不只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讓社會很多人動容 而且參與 那我們一般老百姓 你能夠幫助他們的是什麼 讓他們少賠一點 你們到西宴裡面 買票 然後 看一看 我們 大時代 台灣兒女 她遭到那種非人的待遇 然後 她是 一個受害者 可是她今天出來 她不是一個控訴者 我們也看到了 這些朋友 這麼認真的拍這部片 我看 這導演 她那時候去拍 她一定遭遇到 我當年採訪碰到的情況 因為阿嬤不願意講話 董哥有遭遇過這種 而且 你要去跟阿嬤很久 對 沒錯阿嬤的確是這樣子 她戒心太強了 而且她不想再揭開 當年那個故事 對 那 你們 如果碰到這個情況 你們是怎麼去謀 對 一方面是 因為阿嬤可能跟導演 還不太認識 可是她最認識的是 我們基金會的工作員 所以就是由我們的工作員 出面去跟阿嬤說明 這整個狀況 另外一部分是 我覺得也是等待 因為我覺得 虽然 知道紀錄片的紀錄很重要 可是重要的是 阿嬤也有她自己的步調要做 所以我們就是選擇等待 等待阿嬤準備好的時候來說 所以其實導演也有跟我分享 覺得她在拍這部紀錄片的時候 她更重視的是關係 因為有很多時候是阿嬤在病床上 就很多紀錄片導演也可能覺得 這種鏡頭最好 把它拍下來 可是我們那時候選擇是不要帶攝影機 因為我們要讓阿嬤相信我們是真的關心她 而不是為了紀錄片 而來建立關係的 所以的確 要花一些時間 可是另外一部分也是因為 阿嬤很信任復原會 所以我們也像連花阿嬤也願意獻身 我覺得這都是還蠻難能可貴的 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社會上 很多人她不一定要很政治 她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 這個事情其實就是 我們 每天很多人在喊愛台灣 愛台灣 那 愛台灣你要愛台灣的什麼 要愛台灣的人 台灣有這麼多人 我們其實是沒有 沒有說 怎麼樣政治企圖或者商業利益 拍這種片絕對不會有什麼商業利益 她肯定是賠錢 只是賠多賠少 沒錯 對啊 那就是我們大家都號稱關心 那我們其實是要拿出自己的行動 各位朋友 相招你的好朋友沙丘 進戲院 支持 然後讓他們少賠一點 然後也讓我們了解真正的歷史 因為那個年代70年了 還活的人不多 而且活著還能夠講出他自己 慘不忍睹 的那種往事 其實是更難人可貴的影片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請 婦女救援基金會的執行長 康淑華跟我們談相關話題 哇 你家的露台有無敵海景耶 山河海球場第一排 台北灣2805-9898 您好 我是江慧珍 從板橋市長到立委任內 我積極推廣CPR的訓練 和公共場所補射AED傻瓜電擊器 在意外發生時 如果能夠立即施作CPR 給予體外電擊 便能掌握黃金急救 提高到院前的存活率 不必是超人 我們都可以拯救眾人 我是立法委員江慧珍 與您一起守護珍貴的生命 哇 你家的露台有無敵海景耶 山河海球場第一排 台北灣2805-9898 韓國風紅似火 內藏山紅葉隧道風采迷人 德壽宮牆外步道 黃色銀杏鋪滿地 古典又失憶 今求最浪漫的韓國旅行 就在山鋪旅遊 02-2561-2999 韓國觀光公社 Imagine your career 我們是台北市立博樂團 歡迎回到回帝武傳 我是董事生小董 婦女救援基金會 是台灣我最佩服的婦女團體 大家平常在節目 聽我在罵那些婦女團體 當人家走狗 你聽了可能就覺得說 有沒有包括那個 我跟各位保證 絕對沒有婦女救援基金會 那這基金會非常難得 他們最近拍了一個蘆葦之歌 描述台灣為安婦阿嬤的故事 他不是只有控訴 他裡面有很多 非常深層的感情 讓這些阿嬤 還有海外的 未安婦阿嬤 他們來講 所以 這部片子 我覺得拍的時間很長 一定花很多錢吧 對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靠募款 有包括我們董事會自己的董事掏錢 然後也有學生 然後有一些社會的支持者捐款 幫助我們這部片子完成 那其實資金的籌措真的很困難 因為包括我們本身也不是一個 非常有錢的組織 對然後另外是 未安婦這個議題在台灣 其實沒有人要捐款的 對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政治議題 對 或是一個好像是過時的議題 為什麼要捐款 所以的確是很不容易 那這也是影片開拍 花了比較長的時間製作 因為還要籌措經費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其實我們片子在2013年就拍好了 那時候我們是趕著 我們希望能夠讓片中的阿嬤 一定要有機會看到這部片子 所以我們趕時間在2013年完成 完成之後 我們一直在想 因為這部片子特別適合在電影院裡面看 因為你可以讓自己的情緒 靜下來 然後去看這群阿嬤的故事 所以我身為今天 自由基金會執行長 我就去找發行商 我找了好多家 全部都拒絕我 全部拒絕我是說 這種紀錄片在台灣 誰要看 又不是熱血澎湃 又不是勵志故事 然後又沒有什麼 圓夢的東西也不多 他們覺得不會有市場 不會有票房的 然後 可是對我們基金會而言 當然 我們做這件事 絕對不是為了票房 這絕對不會是一個賺錢的工作 可是是為了要讓 更多人知道這群阿嬤的故事 不能夠因為他們的離開而被遺忘 所以其實我跟我們副委員會的同仁 一直沒有放棄過這個夢想 那當然就是也包括導演 也很希望這部片子有機會 能夠上大螢幕 所以就一直等 就很因緣際會 也是上天的安排 我們就剛好決定在今年的8月14號 國際慰安婦紀念日上院線 可是就決定要開始上院線 結果台灣剛好開始出現 克剛這樣一個爭論 那也因此在這個時刻點 讓這部片子特別受到矚目 那對我而言 我覺得這就一切都是老天爺的安排 那也有機會 也許剛好在這樣一個爭議之際 我們有機會 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這群阿嬤的故事 所以我們也特別希望 有更多的學生 年輕人 高中生 大學生 還有特別是歷史老師 公民老師 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 到這個大螢幕來認識 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我們這群台灣的阿嬤 你們拍完以後 有沒有一些阿嬤已經看不到了 有片中紀錄到六位 只剩下兩位還在 包括其中也只剩下蓮花阿嬤 還真的能夠走出來 然後到戲院裡面 其他的阿嬤他們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直覺得很遺憾的是 我們只能夠邀請他們的家屬 代替他們的阿嬤 來看這部片子 那我覺得對的阿嬤而言是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很開心 是因為我們這些阿嬤 如果大家有知道 當年台灣慰安婦這些人的背景 他們全都是來自台灣的中下階層 因為貧困 因為經濟不好 才會不幸落入到這些 不論是警察或人口販子的這些謊言 去到海外 所以對於這些阿嬤而言 他們是來自這樣的一個環境 可是有機會他們的故事 被在大螢幕上演出 被我們台灣人 被我們下一代所認識跟尊敬 我覺得阿嬤會很開心的 對 其實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除了關心 其實也要支持 就是讓整個真相更清楚 那舒嬅我要問你 就是因為你剛剛講這麼多 要是有朋友要去看 到底要去哪裡看 是 我們目前在台北有四家戲院 是 曾善美 華山光點 金華城喜滿客 還有長春國賓 然後另外是在 桃園的新橋影城 還有在高雄的末時代喜滿客 全省一共有六家戲院有演出 對那所以很希望說我們觀眾 可以讓我們這部片子 可以進入到第二週 所以非常期待 就這個週末也要來臨了 大家可以帶你的朋友 一起到戲院去支持這部國片 這部非常難得的一個紀錄片 是 這是魯瑋之歌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兩天 馬總統跟導演 他有個相對論的對談 在聯合報 那 我有看那個報道 看得很動容 馬總統是 跟導演對談 對談到 流眼淚 他想起 他媽媽 就是 當然 就是他們同一個連帶的 每個人都有人生故事 那有的人 他可能 幸運一點點 譬如說馬媽媽 他們是從大陸 然後這樣 因為日本人親類 然後 他們到四川 重慶那邊去 然後後來 等於說 中國大陸又淪陷了 就到台灣 他其實有一個逃難的構成 可是這些阿嬤 他們是在台灣 他們被抓去 被騙去 然後 他們是到義鄉 譬如說到菲律賓 到印尼 然後去那邊 去做慰安婦的工作 他們其實是 生活更多的苦難 這樣的苦難 應該記錄下來 我聽說你們 有意要做一個類似博物館 或怎樣的紀錄館 對 因為我們是台灣唯一 在做這個 慰安婦人權運動的團體 那其實這二十幾年來 做得非常辛苦 那因為我們自己 擁有這些阿嬤的 第一手的資料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有這個責任 讓這段歷史 被保存跟記錄下去 所以我們自己 也在籌備一個 以慰安婦阿嬤為基礎的 一個女性人權館 那靠我們的自己 自己的力量 來建這個博物館 所以其實也非常期待 大家說如果我們看到 阿嬤的紀錄片 更認識這群阿嬤 也能夠支持 復原會 繼續在這條路上面 繼續走下去 讓我們阿嬤的故事 可以繼續被我們 下一代所認識 然後支持我們 博物館的興建 不論是做我們的志工 或是不論是出錢出力 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繼續往這個目標前進 是 各位朋友 那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 掏出你的錢到戲院去看 剛剛講的這六部 六家戲院 那台灣這幾年 當然我們在社會上婦女 他很 寒心怒苦 很辛苦 那這幾年社會上 有很多人在推動 推動到現在你看 總統獲選人 三個有兩個女性 而且我跟各位保證 當選的絕對是女性 當選的絕對是女性 台灣未來總統絕對是女性 那這幾年 很多進步了 但是請大家 記得關懷 今天 我們 也謝謝 康舒華 護研會的 朋友 他們這麼熱心 大家 別忘了小總的祝福 謝謝你說聽